滴滴滴 话不多说 先生上短发乔妹一眉洋洋眼 虽然已经37岁 但那种不变的青春味道 夹带着一丝丝成熟 依然是我们记忆中的女神 而这些图片吗 来自乔妹结婚后 首次付出拍摄的新剧男朋友 抢先看片男朋友推荐人群 韩剧爱好者推荐理由 玛丽苏恒久远时长16乘以70米 爱恩推荐指数观看地址 百度网盘 韩剧TV并且依附出 就是和小12岁的小奶狗 上演霸道女总裁爱上我的故事 没错是霸道女总裁和小奶狗的故事 就是霸道男总裁爱上我的剧本 可能拿反了的故事 作为一口气 看完了目前更新的六级的院长 想告诉大家的是热情的古巴 浪漫的戏后昏黄的夕阳 赤脚走在海滩边的白衣少年和红裙美女 先把剧情撇到一边不谈 单看主角的颜值和剧中的异域风光 还是很美很浪漫的 但是回到剧情本身 院长只想垂胸顿足地告诉编剧 大家都是年满18岁的辞政公民了 答应我不要再拿那些老掉牙 又缺少逻辑的剧情来搪塞我们了吗 乔妹在剧中是演的角色 其实很有故事性 出身于政客家庭的车秀贤宋慧乔氏 从一出生就被各种关注父亲辉煌的政绩 她的美貌与气质以及嫁入豪门不到两年 却因为丈夫出轨宣告离婚 这些都是大众的焦点 但即使离婚了 还不得不为了那些场面事 去参加前婆婆的生日宴 这些身不由己的前半生故事 似乎都在诉说着 无论是站在金字塔间的人 还是平凡普通人 都有着很多烦恼而精彩的后半生故事 从第一集开始鸳鸯 就觉得真的是满满的编剧套路 整个剧情简直就是古巴版罗马假日 孤独的白富美公主 吃完安眠药却突发奇想去海边看夕阳 而看夕阳的这一路程 也算是坎坷到步行出租车 开到半路坏了那就转轮船 到了目的地发现 却还要踩着高跟鞋 爬锅爬到一半手提包还被偷的 好不容易踩着高跟鞋 把脚都磨破了皮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但此刻却要性发作 晃诞晃诞挨压好巧 不过看着画面还是很浪漫的 果然好看的人在一起就是风景呢 然后 醒来和男主过了一天 前所未有的放松休闲 依旧浪漫的一天 一起看夕阳 一起听歌 一起喝啤酒 一起光着脚走路 临别式还收到了一双鞋子 虽然不太搭 在那时奇妙缘分的见证啊 然后这场奇妙的异国缘分就要封闭了 但是男朋友毕竟不是电影电视剧的拍很多集啊 他们一定会再见的 金震赫是小奶狗嘟嘴 果然第二集故事才正式开始了 29岁努力找工作的男主金震赫 如愿以长杯女主的童话酒店录取 在迎接新员工大会上 两人意味深长的目光 碰撞为剧情加分不少 然后 秀贤看了金震赫的简历 来到他提到的游乐园制造了偶遇现场 之后 还亲自当司机把在迎新聚餐上醉酒的男主送回家对阿尼卡 震赫就是这么可爱喝酒对 都不忘塞犹豫之心 又与男主在车站吃拉面 被狗仔偷怕曝光 然后然后各位就慢慢看吧怎么说呢 因为这剧情确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为了甜而甜 为了虐而虐有的地方还很狗血 至少已经更新的这几集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